1960年,赵伊曼自机封讽刺信到中南海,主席看完只回了六个字,1960年的某一天,在北京中南海的菊乡书屋,毛主席收到李丰信,打开信封后,发现里面装着一群名为《易钦鹅》的词,毛主席在诗词领域造诣极高,向来对诗词兴趣浓厚,于是点燃一支烟,开始仔细品读起来,然而,词中的内容却让他的脸色逐渐阴沉下来。 这却词词句规整,情感充沛,但字里行间充斥着讽刺意味,毛主席刚要发火时,目光落在了作者的名字上,陈耶贤。 当想到他是抗日烈士赵伊曼的独子后,主席深吸一口烟,怒火慢慢消散,接着对身旁的助理平静地说了六个字作为回应,陈耶贤为什么会给毛主席寄取一封讽刺信呢? 主席看后又回复了什么?欢迎收看本期繁华五千年,一起来了解历史。 赵伊曼原名李坤泰,出生于四川宜宾的一个富裕家庭,早年接受先进思想的熏陶,内心对自由民主满怀向往。 在1926年,21岁的赵伊曼加入中国共产党,大革命失败后,被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。 正是在这个时候,赵伊曼结识了丈夫陈达邦。 尽管陈达邦入党时间比赵伊曼晚,但在那批复苏留学的党员里担任组长,算是赵伊曼的上级,在前往莫斯科的船上。 赵伊曼常常因运船而呕吐不是,陈达邦主动悉心照料,两人见生情愫。 也是在这次复苏留学的旅程中,赵伊曼改名为李一超,并与陈达邦结为夫妻,婚后不久便怀有身孕。 就在这时,赵伊曼得知国内斗争行事出现变化,急需一批妇女干部,作为党性原则极强的女党员,即便心中万分不赦且怀有身孕。 她还是告别丈夫,踏上了归国的漫长路途,1928年冬天,已有六个月身孕的赵伊曼回到上海。 当时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,孕妇身份成为赵伊曼绝佳的掩护,佐治考虑到她怀孕工作不便,将她转移到湖北宜昌,从事地下联络工作。 她也在此地生下自沉夜县,但赵伊曼生产时遭遇诸多危险。 在宜昌,赵伊曼举目无亲,为完成任务只能租住在江边的一间小房子里。 同住的只有一位房东老太太,环境隐蔽又安全,房东人不错,从不打听她的职业。 见她怀孕,还在生活上多有照顾。 不过这位房东太太观念传统,觉得外人再次加生孩子不吉利, 在赵伊曼即将临盆时,狠心将她赶出家门,正直隆东落北,将风寒冷潮湿。 赵伊曼拖着沉重的身体,在房东门前徘徊。 她实在无法离开,一方面孩子即将出生,另一方面还没向组织报告着突发状况,抚摸着肚子。 赵伊曼潸然泪下,孩子啊,是妈妈对不起你。 那天,赵伊曼在房东门前的草垛里睡了一夜,好在第二天早晨, 邻居太太出门时发现了她,大发善心将赵伊曼带到自己家中,她才得以平安生产。 看着墙堡中的儿子,赵伊曼不自觉地说出一个名字,宁儿,她希望儿子能过上安宁生活,也对革命胜利充满期待。 巧合的是,孩子出生那天恰好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的日子。 在后续工作中,赵伊曼的诸多行动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怀疑,好在她反应迅速,在同志帮助下安全转移至上海,在上海休养数月后。 1929年9月,赵伊曼接到任务,组织安排她和一位王同志假扮夫妻前往南昌。 当时宁儿还未满周岁,赵伊曼只好带着她一同在南昌工作。 谁知幼小的宁儿,恰好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,一家人平静地生活了半年之久。 宁儿在南昌学会了说话和走路,看着儿子健康成长。 作为母亲,赵伊曼心中满是欣慰与幸福。 但在那个动荡年代,变故随时降临,王同志因频繁与同事开会,被反动派特务跟踪,加上叛徒出卖。 位于南昌的江西省北最终暴露,王同志迅速通知赵伊曼母子转移,而他自己在殿后时不幸牺牲。 此时又是冬天,赵伊曼和宁儿流落于南昌街头。 场景如同一年前他即将生产时一样,最终母子二人在好心人的帮助下,安全转移至上海。 赵伊曼找到上海党组织,如实汇报南昌发生的事情。 两次惊险经历,让赵伊曼不禁思考,宁儿跟着自己四处奔波是否合适。 革命道路漫长,牺牲难以避免,他已做好随时现身的准备,但宁儿还小,一直跟着自己颠沛流离并非良策。 在上海党组织的关怀下,赵伊曼进入中央苏区工作,母子二人总算过上相对安稳的日子。 工作中赵伊曼与同事常聊家常,当他们知道赵伊曼的丈夫是陈达邦时,为他介绍了另一个人。 这人便是人币氏的夫人陈从英,也是陈达邦的亲妹妹。 赵伊曼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姑嫂相遇,陈从英看到大侄子满心欢喜,尽力帮衬他们母子的生活。 赵伊曼蒙生一个想法,将儿子交给陈家抚养。 1931年918事变爆发,赵伊曼主动请求前往东北开展抗日工作。 临行前,他走进照相馆,与儿子拍下唯一的合影,之后依依不舍地将宁儿送到大伯陈岳云家。 同时,赵伊曼给在莫斯科的丈夫陈达邦写了封信,将儿子近况和照片寄给对方,便投身东北抗日工作。 只是这一去,他便与儿子天人永隔,因为被送出去时宁儿年纪上小,所以他对母亲的记忆十分模糊。 来到大伯家后,陈岳云对他示弱几初,在这里宁儿有了正式名字,陈耶贤。 随着陈耶贤逐渐长大,他性格变得十分沉闷,不爱说话。 即便如此,大伯陈岳云依然对他关怀备至,与赵伊曼的家庭相似。 陈家是显赫家族,陈岳云经营一家报应公司,陈耶贤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。 陈岳云竭尽全力培养和教育陈耶贤。 陈家藏书丰富,陈耶贤最爱整日沉浸在书堆里,久而久之。 陈耶贤对诗词产生浓厚兴趣,常常独自吟诵诗词,十一岁就能创作诗歌。 转眼间,陈耶贤在伯父家生活了十余年,直到父亲从法国辗转回国才离开。 1943年,陈大邦回国后,到重庆陈岳云家,兄弟二人久别重逢,心细万分。 嫂子也将陈耶贤带来与陈大邦相认。 此时陈耶贤已是十三四岁的少年,个头几乎与陈大邦一样高,父子相见,互相打量。 最后,陈耶贤轻声叫了声罢,见儿子健康且谈吐不凡。 陈大邦对大哥一家感激不尽,接着问陈耶贤,你妈妈来过信没有? 陈耶贤却陷入沉默,新中国成立后,陈耶贤顺利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考试,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任教。 直到这一时,包括陈大邦在内,他们都不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亲人。 1950年,电影《赵一曼》上映,父子二人还一起观看过赵一曼的实际令人感动,只是他们父子不知赵一曼的真实身份。 赵一曼是他到东北后使用的化名,之前一直用李一超这个名字。 对于陈耶贤来说,他只知道母亲在东北牺牲,不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李一超。 与此同时,陈从英一直在积极寻找赵一曼的下落,作为人鄙视的夫人。 他了解的情况比陈家父子多一些,但也只知道李一超在东北被称为赵大姐,不确定他就是赵一曼。 终于在1957年,中央核实李一超就是赵一曼。 陈耶贤也知晓了母亲竟是广为人知的抗日英雄。 同年,陈耶贤前往东北悼念母亲,看到了一封迟到21年的绝笔信,原来赵一曼牺牲前曾写道,母亲对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,实在是遗憾的事情。 宁儿啊,赶快成人来安慰地下的母亲,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。 读完这封信,陈耶贤泪流满面,既然赵一曼的身份确定,按政策应给历史家属发放一笔抚恤金。 陈耶贤却坚决拒绝,母亲为国捐躯,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,我能继承的只有她的精神和一致。 在北京工业学校教书期间,陈耶贤因教学水平高,为人正直,受到学生,同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。 他还与一致爱慕自己的学生张有莲结婚,工作之余,陈耶贤才华横溢,兴趣广泛,尤其热爱诗词创作。 他的诗词甚至被送到毛主席那里,毛主席读过陈耶贤的诗词后,感慨地评价,此人走正道不得了, 要是走斜道也不得了,只是在生活中,陈耶贤依旧沉默寡言。 谈内心世界丰富,被人民群众的生活都看在眼里,并以诗词形式表达,心思细腻,才华出众是他的优点。 不善言辞也是他的部族。 1960年,陈大邦发现儿子生活辛苦,当时他在正邪工作,便带儿子到正邪食堂, 用自己的餐犬为陈耶贤点了一份红烧狮子头,看着香气扑鼻的美食。 陈耶贤却偏执地认为自己没有与人民同甘共苦,拒绝了父亲的好意,转身回了家。 在之后的日子里,陈耶贤常常辗转难免,对此事耿耿于怀,最终决定写信给毛主席, 于是便有了毛主席看到的那首充满讽刺意味的易秦鹅。 考虑到他是赵一曼的儿子,且过家政治多事之秋,毛主席公务繁忙,没有过多追究, 只是对等后在一旁的秘书淡淡地说,他是可怜孩子。 然而陈耶贤却因周围的人和事陷入深深的抑郁,此时,他的家庭也陷入危机, 妻子张有莲与他离婚,女儿陈红被他送到四川的姨妈家抚养,陈耶贤更加愁苦。 1982年8月15日,抗战胜利纪念日这天,不堪精神折磨的陈耶贤最终因精神崩溃选择自杀, 享年54岁,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儿子,最终也追随母亲而去,陈耶贤去世23年后, 电影《我的母亲赵一曼》上映,母子间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贯穿全片, 导演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弥补了这段遗憾, 我亲爱的儿子,妈妈对得起你,因为妈妈是慷慨扶死的, 我的苦命的儿子,妈妈又对不起你,因为你还要艰难地活着,赶快长大成人吧, 我的宁儿,长大成人之后,你要自豪地告诉所有的人,你的母亲叫赵一曼。